有很多是根本的問題 不過再怎麼樣 很多的民眾可能會把這個帳 算到就是政府的頭上 那現在我們也看到說 張俊雄他一上任 就來了這個超級治安炸彈 所以對於這個張內閣來說 他拼治安的壓力恐怕會更大 尤其這個案子 如果沒有查到水落石出的話 那怎麼跟民眾交代 郭忠大哥你怎麼看 我想治安是千言萬語 數字不能代表治安的好壞 治安 我在大發新聞講了很多次 有三件事情請政府要注意的 其他你不要管那麼多了 三件事情就是槍 槍枝的這種氾濫 毒品 毒品現在你看看 連銀一圈就這麼多人 都吸毒吸大麻 毒品已經糟糕到 一百萬多萬人口 他需要毒品就有人供應毒品 然後毒品的氾濫 第三個就是暴力討債 地下錢莊 經濟不好的話 大家就地下錢莊借錢 然後就惡性行為 你只要把這三樣處理好了 其他你管那麼多 什麼特種營業設計 你管那麼多你管得了嗎 你這三樣就已經夠一個政府頭大 你把三樣天天用 那我很持平的講 蘇貞昌上台的時候 是抓對方向 他的內閣裡面 他知道這個治安不是頭痛一頭 腳痛一頭治法 以前都是那一套 所以他把各部會全部都找來 包括海關的 包括財政的 包括什麼 全部都要配合這個治安的 要全體總動員 包括交易部也被找過去了 以前都是頭痛一頭 完全好像是內政部跟警政署的事情 那不對的 他是整個大體系 他有心在做 所以他才會信誓旦旦 半年內做不好 我願意下台 那時候可以展現 蘇貞昌的公權力內閣 我們經常讚美 好不容易有一個首相這麼有魄力 大家應該鼓掌 那時候確實有一段時間 警政署在那個壓力下 天天出去掃蕩這些東西 就有一些成效的 你把毒品 槍支跟包吏槽 全部壓制下去 自然自然就會 表面上就會看起來都很穩定了 其他再去根本的去解決 可是去年紅三軍作亂的時候 就把蘇貞昌的手腳給弄破掉了 為什麼 當時我們質疑 中央政府應該有公權力 公權力是人民付給你中央政府的 維護國家安定秩序 保障人民生命財產 免於恐懼的自由 你為什麼輸給一個 小小台北市地方自治條例 用地方自治條例跟你打 你中央一點公權力都沒有 連首都火車站都可以幾個月 作為集會遊行的地方 全世界哪有一個這樣國家的 英國也經常在集會遊行 可是這個前年到整個 首都的整個治安市區的話 中央馬上就接手了 還准你台北市長在那裡 說三道四的 閃開 你公權力要拿出來 人民就自然說 蘇貞昌確實是了不起 結果軟腳 公權力不改 只能批評馬英九把華麗當馬籍 最後你還是給馬英九這樣搞了幾個月 人民看破你了 你沒有公權力應用 那我人民還把公權力交給你 這個內閣幹什麼 當時我們一直質疑 你要趕快中央對地方黨 這次一樣 中正經濟堂這次 完全又一樣 中央的公權力在哪裡 中正經濟堂的部分 我們待會要來談 這個部分我們待會來談 不過我接著還要請問一下 這個專委員 就是說我們怎麼看 這個整個的槍擊案 它後續會不會有一些 政治效應出來 因為譬如說像剛剛 有些觀眾朋友打電話進來 他就講說 幹嘛出現要道歉 應該是藍的 周錫瑋 怎麼可能會有這種藍綠的錯 假如這個案子 長時間沒破 那政治效應就出來了 就出現一些羞麻布 對羞麻布 然後就會怪來怪去 然後說誰應該負責 誰應該下台 這種都出來了 到底是藍的錯 還是綠的錯 這樣罵來罵去 口水在 所以當務之急 絕對是應該破案 然後把真正原因找出來 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覺得這個是 我們警政單位 不管是中央或地方 政府趕快要去做的地方 好 我們來聽觀眾朋友的看法 台北的李先生 李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請說 我發現 林健是很無奈 我們人民是很無奈 你看民意代表 最重要的民意代表 立華燕就這樣亂 你說我們是怎麼樣 怎麼辦呢 是不是有某種黨派 在給他們靠呢 現在林健是人都可以 請總統的 我看這台灣 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好 謝謝 好 市政文說有靠山 好 新店的張先生 張先生你好 大家 你好 我覺得 各位那個民意代表 應該是要理性一點 不要那麼 都發生小的事情 大的事情 都跟政治有關 什麼推來推去 因為事情就是要為民服務 發生事情 就是大家合作要譴責暴力 怎麼怪誰 那如果真的要怪 那第一就是要怪這個 TVPS 第二就是周錫維 為什麼民進黨做那麼久沒有事 他做就有事 對吧 你說隨便一個規矩 開車不要喝酒 不是還很多人在喝酒嗎 這麼簡單的事情 人家就要違規了 哪一個人有辦法保證說 他做什麼事情 人家都會配合 所以大家理性一點 不要那麼推來推去 謝謝 好 謝謝張先生 中和的蔡小姐 蔡小姐你好 你好 你好 請說 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是這樣子 因為今天發生這個事情 我們人民才覺得很緊張 因為烏山九他是個民意代表 他是替人家做事情 我是覺得說他揭蔽或替人家做事情 人家都會表揚他 他是英雄 是不是有想到說他本身的問題 是不是分張不均 還是擋人家的財路 是他本身的問題 跟整個大政治的環境有什麼關係 我們小市民看的是只有這個 說坦白話 要從他本身 去了解他本身到底是在幹什麼的 對不對 好 謝謝蔡小姐 三重的王先生 王先生你好 你好 請說 他不要說他有選擇的 人家的民意代表 對 不要說他 郭董 董事長 對 董事長 大王比較好 這個人不能輸他 這位三紀真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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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對啊 你看這位臉 總結的地方這樣 嗯 好 王先生謝謝你 謝謝你的意見 好 剛剛聽到幾個 觀眾朋友寶貴的意見 他們認為說這整個事情 要趕快把它查得水落石出 但是希望不要變成 這個政治的羞馬笨 好 我們馬上來看到一個最新的消息 是來自於這個慈濟醫院 那麼就是有關於這起槍擊案 剛剛警方說要成立一個專案小組來棄凶 我們立刻連線記者王志軒 志軒 社主播哥溫仲 台北縣醫院無善酒 今天是遭到了槍擊 不過在經過一個多小時的搶救之後 在稍早之前 大約是中午1點08分 醫院還是宣告他不治身亡 而根據了解呢 警方在勘驗現場發現 他有撿到了5顆的彈殼 其中有4顆是擊中在無善酒的身上 導致他傷重不治 我們先來聽聽看醫生的最新說法 然後發現他應該是 胸腔的一個大量的出血的現象 所以兩側就給他插了胸管 那我們發現他的身上 大致上是有幾個彈孔 可以發現他是在 這個是背面 這個是正面 那在背面的部分呢 背部上面有個彈孔 比較下面一點也有個彈孔 那在他左上臂還有左組的地方也有兩個彈孔 那另外是在這個前面看起來就是右前胸這邊有個彈孔 在右上腹的這個地方在皮下有瘀傷 摸起來有子彈 那另外右上臂還有一個獵傷 那看起來呢估計可能至少大概是有三顆子彈貫穿 那身體裡面呢我們大概是可以發現這邊是有一顆子彈是還留在一個皮下 那在到醫院以後呢因為他事實上是一個大量失血的一個狀況呢 所以我們也是盡我們最大的力量呢給他大概輸血還有輸液還有代用血量大概輸了一萬CC呢 但是呢還是沒有什麼反應 所以呢大概急救了一個多小時 在1點08分呢大概是宣布還是急救無效 補於氒如果你想得到的那個人之間就有點影響 補於氒我們海river要出來的